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自行更換福斯Cady的 尾燈燈泡 首先呢我們要準備兩個工具一個是一字的旗子 另外一個是十字的旗子 這等一下會用得到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來拆這個尾燈吧 那我們這一次壞掉的是 那個右後方的煞車燈 燈泡壞掉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 尾燈呢要怎麼拆下來 那首先呢你看到這裡有一個 黑色的一個塑膠蓋片 這個蓋片呢你從外觀上看呢 是沒有任何螺絲的所以它其實 你看這邊有一個 凹下去的空間 它這個是要讓你能夠 手動的去把這個 蓋板打開 那我們怎麼打開呢 就是直接呢用手指呢 這一片有沒有 用手指往你 內側壓下去 它就會打開了 我們現在打開 聽到卡一聲 它這樣就開了 然後再用雙手把它扳開 這樣就開了 然後裡面就會有兩個螺絲 那等一下我們就用 一字的起子 將它打開 讓它拆下來 我們把它裝回去 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這邊 手指呢 往這一邊塑膠蓋板 內側 直接往內側壓 然後啪一聲 這樣就打開了 OK 然後就會看到這裡呢 燈座呢 有兩個螺絲 那這個用那個一字的或者是 梅花的板手 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整個燈座呢 就可以拆下來 那我們現在先來拆 好那我們現在來 鬆開螺絲 好 螺絲鬆開之後你就發現這個燈座已經鬆鬆的 那 這邊呢 內側呢 它有兩個卡榫 那整個燈座你就往右邊推 往外推 它就會掉下來了 好 往外推就掉下來了 然後這就可以拿下來了 然後接著呢 接著呢就拆掉這個線子 這個線頭 那如果你因為太緊你手扳不開的話 可以用一隻擠稍微 稍微的把它撬開一下 就拆下來了 OK 這裡車流量還蠻多的 所以可能 車子的 聲音比較多 收音會比較不好 請大家見量一下 那這個燈座呢 拆下來之後呢 你給他注意看 這個 內側 這邊有四個螺絲 這四個螺絲 必須拆下來 那我們使用這個 十字的 起子呢 把它拆下來 現在 我可以把它拆下來 讓它拆下來 好 有 你 拆掉4個螺絲 那這個燈座就可以拔起來了 那拔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 燈泡 煞車燈啊導車燈方向燈這些 那我們就針對我們 壞掉的燈泡去做 自行的做更換 那我這次壞掉的是煞車燈 煞車燈是這一顆 那我們就把這一顆拆下來 整個都斷掉了 裡面都 就死了 那這是我們 買回來的燈泡 我們把它換上 這個全新的燈泡 一樣這是 炸它原本的一個 卡榫把它裝回去就好了 轉一下 卡住 拿不起來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再把它裝回去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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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下來我們要把燈座裝回去 那首先呢 一樣是把這個線頭 線阻把它插回去 這樣子 它有一個防呆的直接插下去 然後聽到啪一聲 稍微手拔一下看看 然後這邊 有兩個卡榫 那燈座這邊也有兩個 有兩個卡榫的洞 把它卡進去 從外側往裡面 OK OK 好 接下來呢 就是把原本拆下來這兩個螺絲 把它鎖回去 反鎖有點不好操作 好 好 把它鎖緊 好 最後一個步驟呢 就是把這個蓋板呢 蓋回去 好 稍微合一下 差不多 然後就往內側這邊呢 把它壓下去 上下都壓一下 OK 這樣就搞定了 整個換燈泡的過程呢 不到幾分鐘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DIY自行動所做的人呢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